球马州遭记卖堆熬 前程暗期本难知 秋月春花各有时 静听天宫吩咐去 何须昏夜苦奔驰 话说大唐贞观改元 太宗皇帝人名有道 信用贤臣 文有十八学士 无有十八路总管 真个是冤斑几几 陆续彬彬 凡天下有才有志之人 无不举荐在位 尽其报复 所以天下太平 万民安乐 九中单表一人 姓马明周 表自彬王 伯州持平人士 父母双王 一贫如喜 年过三巡 尚未娶妻 但但只剩一身 自幼精通书史 广有学问 智气谋略 渐渐过人 只为孤贫无缘 没有人 没有人见拔他 分明是一条神龙 困于泥闹之中 飞腾不得 眼见别人才学 万倍不如他的 一个个出身通险 享用绝路 偏则自驾 怀才不欲 每日郁郁自叹道 时也 运也 命也 一生挣得一副好酒量 闷来时只是饮酒 尽醉方休 日常饭时 有一顿每一顿 都不计较 但少不得杯中之物 若自己没钱买时 打听林家有酒 便去床吃 却又大模大样 不谨慎 酒后又要狂言乱叫 发疯骂作 这伙三邻四舍 被他锅造得不耐烦 没一个不厌他 背后换他做穷马舟 又换他是酒鬼 那马舟晓得了 也全不在心上 正是 为逢龙虎会 一任牛马呼 其说博州次使姓达明熙 素闻马舟明经有学 聘他为本州助教之职 到任之日 众秀才喜酒称贺 不觉吃得大醉 次日 次使亲到徐官请教 马舟物字重酒 爬身不起 次使大怒而去 马舟醒后 晓得次使藏道 特望周牙谢罪 被次使责备了许多说话 马舟口中唯唯 只是不能圈改 每遇门声直经问难 就留住他铜饮 只得奉钱都赋予酒家 物字不敷 依旧在门声家闯酒 一日吃醉了 两个门声左右扶住 一路歌咏而回 恰好遇着次使前倒 和他回避 马舟哪里肯退步 撑着双眼 倒骂人起来 又被次使当街 发作了一场 马舟当时酒醉不知 次日醒后 门声又来劝马舟 再次使出告罪 马舟叹口气道 我只为孤贫无缘 欲图个尽身之街 所以屈致于人 今因酒过 吕被刺使则辱 和面目又去鞠躬取莲 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 这个助教官 也不是我终身养老之事 便把功福交付门声 叫他搅环刺使 仰天大笑 出门而去 正是 此去好瓶三寸蛇 再来不值一文钱 自古道 水不积不悦 人不积不愤 马舟只为吃酒上 首次使责辱不过 叹口气出门 到一个去处 遇了一个人的提携 只做到吏部尚书地位 此是后话 且说如今到哪里去 他想着 冲州壮府 眉甚大遭忌 则处是长安帝都 公侯清相中 有个能举荐的肖像国 实贤才的魏无知 讨个出头日子 防碎平生之愿 往昔以礼而行 不一日 来到新丰 原来那新丰城是汉高皇所著 高皇生于丰里 后来起兵 诸秦灭相 做了大汉天子 遵其父为太上皇 太上皇在长安城中 思想故乡风景 高皇命巧将 赵一顾风建造此城 牵风人来居住 凡皆是污语 与风礼制度一般无二 把张家鸡儿 李家犬儿 纵放在街上 那鸡犬也都认得自家门首 各自归家 太上皇大喜 赐名新丰 今日大唐仍建都于长安 这新丰总是关内之地 市井稠密 好不热闹 只这招商旅店 也不知多少 马舟来到新丰市上 天色已晚 只捡个大大客店 多将进去 但见红尘滚滚 车马纷纷 许多商贩客人 驮着货物 挨三顶五的进店安歇 店主王公迎接了 慌忙只派房头 堆放行旅 众客人巡航逐队 各具坐头 跑江锁酒 小二哥搬运不迭 忙得似走马灯一般 马舟独自个儿 冷清清地坐在一边 并没半个人踩他 马舟心中不愤 排案大叫道 主人家 你好欺负人 偏暗不适客 你就不来照顾 是何道理 王公听得发作 便来收客道 客官不需发怒 那边人众 只得先安放他 你只一味 却容易答应 但是用酒用饭 只管吩咐老汉就是 马舟道 俺一路行来 没有洗脚 且讨些干净热水用用 王公道 锅子不方便 要热水再等一会儿 马舟道 既如此 先取酒来 王公道 用多少酒 马舟指着对面 大座头上一伙客人 向主人家道 他们用多少 俺也用多少 王公道 他们五位客人 每人用一斗好酒 马舟道 论起来 还不够俺伴罪 但俺途中解饮 也只用五斗吧 有好下饭 尽你搬来 王公吩咐小二过了 一连暖五斗酒 放在桌上 把一支大瓷鸥 几碗肉菜之类 马舟举鸥独卓 庞若无人 约马吃了三斗有余 讨个洗脚盆来 把剩下的酒 都清在里面 洗脱双靴 便伸脚下去洗浊 众客见了 无不惊怪 王公暗暗称奇 知其非常人也 同时曾文本 画得有 马舟卓族图 后有烟波吊锁 提赞于上 赞曰 世人上口 无独尊足 口意兴波 足能涉路 处下不清 千里可逐 劳众赏伯 无言忍辱 愁之已久 为耳仆仆 金耳忘忧 圣无厌妇 须及宾王 见超凡俗 当夜安歇 安歇无话 此日 王公早起会钞 打发行客登城 马舟身无财物 想天气渐热了 便拖下胡求 与王公荡酒前 王公 王公见他是个慷慨 时事 又嫌胡求驾众 再次推辞不受 马舟所比 提诗闭上 诗云 古人赶一范 千金气如喜 彼注安族愁 所重在知己 我饮心风酒 胡求不用敌 闲在诸人翁 意气清吕礼 后写 持平人 马舟提 王公见他写作巨高 心中十分敬重 便问 马先生如今何往 马舟道 欲往长安求名 王公道 曾有相熟欲所否 马舟回道 没有 王公道 马先生大财 此去必然富贵 但长安 乃米珠新贵之地 先生资负既空 将何存立 老夫有个外甥女 驾在笔处万寿街 卖堆赵三郎家 老夫写封书 送先生盗笔作狱 比别家还省事 更有白银一两 全筑陆资 修贤匪薄 马舟赶其后裔 只得瘦了 王公写书已毙 递于马舟 马舟道 他日寸进 绝不相忘 作谢而别 行至长安 果然是花千锦地 比新丰市 又不相同 马舟竟问到万寿街 赵迈堆家 将王公书信投递 原来赵家 姬氏卖着粉食为生 前年赵三郎已雇了 他老婆在家守寡 接管店面 这就是新丰店中 王公的外甥女儿 年纪虽然三十有余 物字封艳圣人 经诗人顺口 都唤他做卖堆敖 北方的敖字 即南方的妈字一般 这王敖初始 作店卖堆 神像袁天罡一见大惊 叹道 此敖面如满月 纯若红莲 声响神清 山根不断 乃大贵之相 他日定为一品夫人 如何屈居此地 偶在中郎将长河面前 谈及此事 长河深信袁天罡雨 吩咬仿舍 只以买堆为名 每日到他店中闲话 说发王敖嫁人 欲娶为妻 王敖只是干笑 全部同口 正是 因缘本事前生定 不是因缘莫抢求 却说王敖隔夜得以异梦 梦见一匹白马 自东而来到他店中 把粉堆一口吃尽 自己直锤锥赶 不觉腾上马背 那马化为火龙 冲天而去 醒来满身都热 思想此梦非常 恰好这一日 接得母舅王公之信 送个姓马的客人到来 有马舟身穿白衣 王敖心中大仪 就留住店中作狱 一日三餐殷勤功绩 那马舟恰似 李之当然一般 绝无谦逊之意 这里王敖也始终不待 破奈 邻里中有一般扶浪子弟 平日见王敖是个俏丽孤霜 闲长时 以门靠臂不三不四 轻嘴薄舌的狂言挑拨 王敖全部招惹 众人倒也倒他正气 金帆见他 留个远方单身客在家 为免言三语四 造出许多议论 王敖是个精细的人 早已查清在耳朵中 便对马舟道 见妾本欲相留 乃双腹之家 人言不雅 先生前程远大 以则高之妻子 依图上进 若埋没大才于此 妄自可惜 马舟道 小声情愿 为人管兵 但无路可投尔 言之未已 只见长中郎家仓头 又来买堆 王敖想着长河是个武臣 必定少不得文士相帮 乃向仓头问道 有个伯钦马秀才 宝学之士 在此秘义管设 为之你老爷用得着否 仓头答应道 甚好 原来那时正值天汉 太宗皇帝 照无品以上官员 都要悉心节律 直言得失 以评采用 论长河官职 也该句奏 正欲访求保学之士 请他代笔 恰好 王敖说起马秀才 分明是鸡食饭 可食浆 正骚着养畜 仓头回去 秉之长河 长河大喜 即刻遣人背马来迎 马周别了王敖 来到长中郎家中 长河见马周 意表非俗 好生亲近 当日制酒香袋 打扫书馆 留马周歇宿 此日 长河取白金二十两 彩卷石端 亲送到馆中 权为治理 就将圣旨求援一事 与马周 与马周商议 马周索取笔宴 扶开素纸 手不停挥 草成便宜二十条 长河 长河探服不已 连夜 善血齐整 明日早朝 进城御览 太宗皇帝看罢 事事称善 便问长河道 此等见识议论 非清所及 清从何处得来 长河拜服在地 口称死罪 这便宜二十条 臣于石不能见白 此乃臣加克 马周所为也 太宗皇帝道 马周何在 可速宣来见朕 皇门官奉了圣旨 竟到长中郎家 宣马周 马周吃了早酒 正在酣睡 呼唤不行 又是一道旨意下来 催促到第三遍 长河自来了 此见太宗皇帝 爱才之吉也 史观有诗云 三道征书 落一催 贞观天子 惜贤财 朝廷爱事 皆如此 安得英雄 困草来 长河亲到书馆中 叫馆同浮起马周 用凉水喷灭 马周方才苏醒 文之圣旨 慌忙上马 长河引到金鸾剑驾 拜无以弊 太宗御音问道 请何处人士 曾出事否 马周奏道 陈乃持平县人 曾为伯州助教 引不得其志 弃官来游京都 谨获尽天言 十出万幸 太宗大喜 即日拜为监察御史 亲赐袍护关带 马周穿着了 谢恩而出 仍到长河家 拜谢举荐之德 长河重开言习 把酒称贺 至晚酒散 长河不敢驱留 马周在书馆住宿 预备叫马 送到令亲王敖家去 马周道 王敖原非亲戚 不过借宿其家而已 长河大惊 问道 御史宫有宅眷否 马周道 惭愧 是因家贫未娶 长河道 袁天刚先生 曾向王敖 有一品夫人之贵 只怕是令亲或有妨碍 既然萍水相逢 便是天元 御史宫若不嫌弃 下官极当作罚 马周感王敖殷勤 亦有此意 便道 若得先被欲成 深贺大德 是晚 马周仍在长家安歇 次早 马周又同常河面军 那时 达鲁突厥反叛 太宗皇帝正前四大总管 出兵征缴 命马周显平鲁策 马周在狱前 口颂如流 聚聚中了圣意 改为己事中之职 长河举贤有功 赐卷白匹 长河谢恩出巢 吩咐马上就引到 卖堆殿中 要请王敖相见 王敖还指到长中郎 抢要娶他 慌忙躲过 哪里肯出来 长河坐在殿中 叫仓头去 寻个老年林域 替他传话 今日长中郎来此 非为别事 专为马几剑求亲 王敖问其情由 方知马几剑就是马周 向时白马画龙之梦 今已焰意 此乃天赋因缘 不可为也 长河见王敖允从了 便将御赐眷匹 替马周行聘 另下一所空宅 叫马周住下 资格即日 与王敖成亲 百官都来庆贺 正是分明起相寒儒 忽作朝家贵客 王敖架了马周 把自己一家一伙 都搬到马家来了 礼中无不称献 这也不在话下 却说马周 自从遇了太宗皇帝 言无不听 见无不从 不上三年 直坐到吏部尚书 王敖封作夫人之职 那新丰殿主人王公 知马周发迹荣贵 特到长安望他 就便先看看外甥女 行至万寿街 已不见了卖堆店 直到千居去了 细问邻居 才晓得外甥女一寡 晚嫁的就是马尚书 王公这场欢喜 非同小可 问道上书府中 与马周夫妇相见 各叙些旧话 住了粤鱼 此别要行 马周将千金相赠 王公哪里肯受 马周道 必上诗句犹在 一饭千金 岂可忘也 王公方才收了 作谢而回 遂为新丰富民 此乃投瓜抱玉 施恩报恩 也不在话下 再说达西次事 引丁幽回几 浮满道经 闻马周为立不上书 自知得罪 心下幽黄 不敢补官 马周晓得此情 再三请他相见 达西拜倒在地 口称 有眼不识泰山 望其恕罪 马周慌忙扶起道 此时教训诸生 正已取端锦之事 是就狂乎 此乃马周之罪 非贤刺事之过也 即日举药西 为经兆尹 经师官员 见马周度量宽宏 无不敬服 马周终身富贵 与王傲偕老 后人有失探云 一代名臣数九人 卖堆网傲一齐人 识人不惧波斯眼 王氏名著混俗臣 嗯